Dreamers Cuties 哈喽 大家好 我是 Kenneth 我是朱里悦 我们是三剑客和 自得勤社 我们欢迎这个自得勤社的社长朱里悦 朱老师来到我们三剑客的频道了 耶 朱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三剑客的频道的观众打个招呼 三剑客频道的观众们大家好 我也很荣幸就是 就是经常能由三剑客的老师们介绍我们团队的作品 我也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我也希望你们多多继续支持三剑客老师 谢谢 那么其实为什么我们有这个缘分 可以访问到自得勤社的社长 是因为自得勤社竟然来到马来西亚 这是其实让我们非常惊讶的 因为其实我们看很多的反应视频 然后我们其实是没有机会去访问到我们看的人 其实是第一次我们在reaction的 而且是从中国来的 第一次reaction的对象出现在我的眼前 我是很兴奋的 我是很开心这样子 那么今天三剑客我只有一剑客 因为一个剑客生病了 另外一个剑客在工作 所以只有我单枪匹马来跟朱老师交流交流这样子 一个顶三个这样子 因为本来我们要访问两位老师的 可是因为刚好他们在做总场台 所以今天我们就访问两位老师 不用紧也是可以两剑客这样子 没错我也一个顶两 对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趁这个机会来问一问 我们的朱老师到底其实自得勤社是怎么来的 我们成立于2014年嘛 就是成立之前就是那个时候大概两三年前 我认识我们的合伙人 就觉得他们舞情谈得很好 那我也希望就是能够他们一直留在上海 就是我居住的城市 那么可以一直跟他们学情 那后来帮他们推荐一些工作也不是太顺利 最后想是自己开一个情社吧 这样就可以一直在一起 所以朱老师你本身也是学古琴的 对 我是那个时候是古琴的爱好者 其实我自己本身也是非常喜欢古琴的声音 可是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天分 或者有没有这个学习的这个才能 一直没有机会去很好的接触到 那么今天我看到有一个学堂在教这个古琴 让我很有兴趣很想学一下 那么可能我也想问朱老师一些比较私人的问题 你自己本身是怎么样开始接触古琴 或者是哀伤古琴 因为那个时间就是我也在其他一些场合说 我就是因为我大概15年前认识了一位马来西亚华人 所以他对中国文化了解很多 那我也是受他的鼓励 或者说受他的刺激 也开始相对比较认真的开始学习中国传统文化 那那个阶段又是古琴作为联合国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 它是第二批的入选名单 那也引起了国内一些人的关注 我也是其中之一 那我本身因为在我们的中国的一些传统的文艺作品里面 比如说就像《红楼梦》啦 或者像《三国演义》 《诸葛亮唱空庭祭坛》的也是古琴 那或者像我们一些很有名的昆曲 像牡丹亭啊这种东西 都有这种古琴的元素在 那本来就对它有一个很好的印象 那么现在引发大家关注 然后开始有教学机构开始教授古琴的时候 当然就是第一时间去学了 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就接触到就认识到现在的合伙人吗 没有 那个时候我学了两年 然后就教我的老师就是失踪了 所以是老师失踪了 对 那我就一直在看有没有合适的人可以继续教我 那那个时候就碰到现在的合作合伙人 就觉得他们琴弹得非常好 那相处的也很好 明白 所以其实整个自得琴社一开始 其实就是为了要玩古琴 对对对 所以这些都是后来加进来的 对对对 那么其实自得琴社的表现的形式跟我们一般的认知 其实是很不同的 因为马来西亚我们我自己本身最常接触到 其实我们叫华乐 那么华乐团里面我们每次玩的就是比较传统的乐曲曲谱 所以我听得非常多的就是凤阳花鼓 就是最多的一个曲目这样子 那么其实这个表现形式是怎么样一开始有这个想法 因为我看自得琴社最早的影片真的就只是谈古琴而已 那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我们要做一些不同的东西 嗯 其实就是这次来马来西亚有时候受到一些采访 我也听有人问过我这样的问题 但是说我们一般总觉得那华乐就是在一些什么红白喜事 然后这种节假日大家敲锣打鼓的这样 你们你们的这个华乐有什么不同 嗯 我觉得这样就是其实一个挺好的艺术形式像这华乐这样的 会给大家这样一个相对刻板的印象 我觉得是挺叹的 那大家觉得我们的表现的明月跟其他的有点不同的原因 我觉得最大的原因是就是我们的主创团队 就像我们艺术总监唐斌 嗯 他可能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明月人 对 所以他可能没有这样的思维模式或者一个固有的认知 他是按照他自己的理解或者想法 就是自然的表达 所以可能就是跟一些传统的观念上是有很大的不同 嗯 那包括我们的一些年轻乐手 其实我们像虎手陈希 他也曾经跟我说 他说当时他考进上海音乐学院的时候 亲戚问他你学什么 他说学打字乐学中国大鼓 嗯 那亲戚说哦 那是不是这个武龙武师的时候那个东西 他也觉得就是不是太舒服 嗯 他们其实年轻也特别希望能够用他们的想法和创意 就是逐步改变别人对一些传统名乐的一些固有的概念 对对对 所以才从视频出发吗 你们的感觉 对就是等于是从创作者之一 再到乐手表现者之一 他们都有这个意愿就是 嗯 表达自己的理解和喜好 那做出来的东西可能就相对比较受当代跟他同龄人的这个年轻人的欢迎 嗯 还是说我们是直接从网络视频开始 对我们可能是应该从线上到线下的 就是我们当时应该是先是视频做的比较多比较受欢迎以后 大家认可了这样的形式 最后我们再把这种形式搬到了舞台上 但相应来说呢 其实做视频和做现场表演是完全不一样的流程和模式 就是里面有完全不一样的工种设计 嗯 我们也是学习积累了蛮长时间 我觉得也就是最近大概过了两三年以后 我们才逐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演出流程 像我可以问一下为什么这个形式最后我们选出来的是这个这个造型吗 就是唐是唐朝吗 对 啊为什么是选择唐朝而不是其他的朝代还是怎么样 嗯 按我们一种准备跟唐冰的这个构想 他是希望能够把他钟爱的朝代都最后创造出来 就除了唐朝宋朝明朝之外 我们未来可能还有计划做魏晋和战焊事实 哦哦哦哦那就更久之前 对 但是就是因为呢就是首先可能包括我们祖创在内 在中国的历史朝代中对唐和对宋都是大家最喜欢的 唐朝又是我觉得最激发他们灵感的一个朝代 因为他本身就是很丰富多元然后非常大气的这样一个朝代 所以我们最早积累下来的作品 基本上都是跟唐朝的风格比较契合 嗯所以唐朝的作品是最早积累完成的 嗯然后也最早开始巡演和迭代优化的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现在其实还在唐朝的这个的这个规范里面吗 对不对现在的创造方向 呃其实说起来就是我们这个呢是自得请说朝代系列音乐会 嗯唐主题的音乐会 就是每一个就是主题音乐会它都有一个朝代的选择 那就是我们选择演唐朝孤烟池这么个音乐会 那么就是唐朝的内容 你们觉得从纯粹玩乐器就是互相交流啊 然后交流心得学习一直到变成一个正式的演奏演出 最困难的点是什么 嗯我觉得是其实最困难的点还是一个团队的磨合 就是呃做一个演出或者拍一个视频并不像大家认为的 只要你有乐手有表演就好了 其实背后有一个庞大的支撑团队去才能完成一个完整的作品 嗯就是如果要完成一个演出的话设计的工种其实非常多的可能有十几个 大家可能永远不会看到这些幕后英雄 比如说舞台监督他永远是在幕后的 或者是物流的负责人 对 就也是非常辛苦 就每一次我们装台拆台他都是最早到最后走的等等等等 嗯所以最困难的地方 其实你是在每一个专业的工种岗位 你都能找到合适的人 嗯然后还是要按照一个合理的成本 他可以把这个演出能够商业化的持续的运营下去 对 这个是很难的 对对对像刚才你说的这些种种类似 像这些人都是因为有接触明乐 所以你们才聚在一起还是你为了要做这个演出 所以才去找这一方面的专才 哦我们集合起来来做一场演出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等于是我们的乐手 都是他们是专门学明乐出身的音乐学员毕业的 比如说研究生或者研究生已经毕业研究生再度都有 那其他的工种就要看缘分了 就是等于是我们是比如说开始演出了我们需要找灯光师 嗯但这个灯光师以前可能没有接触过明乐表演 嗯这就存在一个磨合的过程包括我们的音响师 他最早你最早可能是专门扩那些流行音乐 就流行音乐的扩音要求和我们明乐是完全不同的 那就是还是需要一个相对比较长期的合作和磨合过程 他会越来越了解我们对声音的要求和标准 对所以这个只有在这个不停的磨合中 这个整体的效果才会一点点的进步 那其实跟我们普通我们做舞台剧的感觉还蛮类似的 就是我们学表演的人跟哦还有其他做行政做舞台的人 是我们都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你们如何看待明乐的发展 啊我觉得现在明乐发展应该有很多好的基础和苗头了就是 首先就是我觉得大概就最近十来年就是马来西亚我目前还不是完全了解 但是在中国的话很多人都对我们的传统文化越来越感兴趣 那有这么一个基础在就是给那些明乐类的或者国风类的一些艺术团体 给了他们很多的发展空间 这是一个很好的苗头 那因为有这样的需求在那么他们通过做这类的内容和作品 他们也可以有成长的积累 那可能也会吸引更多的有才华的人投入到这个领域中 那有这个基础在呢我相信明乐会越做越好 那你们除了做演出做演奏你们还会做教学类的活动吗 有就是我们自得琴社其实创立之初就是做乐器教学 而且是可能只教古琴 所以刚开始说真的是就古琴班 对我们最早叫自得古琴社 自得古琴社 后来就是因为明乐乐器不断的加入 后来我们就把这古字拿掉 就琴社是所有琴都可以 对对对 可以这样子 这个星期你们来到马来西亚的时间 你说短也不短 行程好像还蛮满的 蛮多地方去 那么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们你觉得可能本身你觉得在马来西亚最难忘的事情是什么 最难忘的就是 我相信啊最难忘的可能真的就是等我们演出开始以后 就是想期待一下就马来西亚观众对我们的这个演出的反馈 在这演出之前我觉得对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 还是我们这个这次的就吉隆坡的合作伙伴 波东学堂和古琴那个学堂他们安排了一些采访 就有一次是去电视台采访 但这个不一样的地方真的就是实时直播 这是我们第一次做的我们虽然也做过电视台采访 但一般是录播为主 对对对 他这个站在上面就直接播出去了 就是以前从来没接触过 所以会紧张吗这个直播的话 紧张还好但是就是觉得好像有一点压力 因为就是直播不能翻唱 就是不能够思考太多就必须马上回答 对你也不能迟疑你也不能说说错 对对对 这有点像我们在平时在做那种反应视频 其实我们三进课的反应视频基本上是不减的 就是我们一take下 对已经到底 然后我们当下的反应就会是我们最真实的反应 我觉得这样子也很有趣的 有机会我们再看 你们再回去看我们看这个自得情色的表演的时候 就会看到我们脸上的表情 跟那个很诡异的笑容这样子 尤其是看到一些很有趣的歌 比如说我们之前刚刚最开始接触了 《达拉奔巴》 然后到后来的《神经病之歌》 然后到那个《歌剧美业剧业美影》 我觉得都很有趣很丰富这样子的 那么在这段时间你刚才说跟很多不同的单位 有合作有交流 你们觉得马来西亚的明月风气 跟中国大陆的明月风气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因为我来的次数也有限 接触的团队也有限 就是我很难说 我就已经完全了解马来西亚的华乐的状况 但就像我们就是进校园做的一些 跟就是中学那个华乐团的一些小朋友的接触 就感觉就是他们都很有天赋 然后也很聪明也很老实 但是就感觉他们在系统性的培养方面 还是一些就是老师的要求方面 可能还是有一点点的欠缺 对因为可能毕竟我们如果是在中学的话 的系统比较接近于课外活动 我们是称作课外活动 对 所以每次可能只有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那么一个老师就要带整个乐团 所以对他们的技术培养上 我不确定到底有多大的帮助 可能如果他们自己有兴趣 我还认识蛮多的朋友他们就是 就本身是往这方面去发展 有谈琵琶的 有谈苦症的 我觉得都非常的有才华 我觉得他们非常厉害 只是说回到中学 我们这里的状况还比较像是课外活动 课语活动 然后比较兴趣类的去接触 如果他们真的培养起这个兴趣 他们想要继续学习 可能他们就会继续学 可是如果回到中国大陆 他们也是这样吗 还是说在课堂里面 还是会有很深入的了解这个兴趣的部分 目前来说就是我们一般就是全国不好说 但上海的话很多学校他都会聘请课外的辅导员 而且是很多是特定乐器的辅导员 就是他可能不止一个 就这里呢我看下来可能就是一般课外辅导员 就一个 他要兼任乐器指导 还有指挥 然后还有打 就是打音谱 全能的 全能的 对都要做 那我们那边可能分工更细一点 就不但有学校邀请课外老师到学校来课 我们也有类似像少年工这样的机构 他是面向全社会去吸收那些对民乐感兴趣的小孩子 他有比较专门的乐器课 少年工 对 就是少年工 然后还有一些民间的这种艺术团体可能也会有类似 就是他们可能有少年合唱团 有少年的名乐团也都会有 对 但是就是在中国呢就是感觉师资的数量还是相对比较有保障 还是毕竟人多 人比较多 人比较多 接触人也比较多 对然后感觉我们学校的一些可能也就上海不代表全国 我觉得他们的活动经费什么相对也都是比较充裕 所以就是 当然也有一点比较遗憾的就是大陆的孩子就是学业还是真的很紧张 对 一般我们这里的父母们他会很专注于培养小孩子艺术素养 他们可能真的四五岁开始就选择因为像他上 但往往很遗憾可能上到初中两年级可能就要放弃 因为后面就要考考考试了 这点比较遗憾 我们这里也差不多 也差不多 对对对对 尤其是我们中学里面可能比如说我们教舞台剧 我们一个教练去 我们要负责教表演要教导演要教编剧 还要做布景 还要做服装 一个人什么都要会做 然后学生可能到了初三 初中三 他们就要为了考试啊 他们就不来了 然后我们等高一高中一他们又回来 高中二又回来 然后高中三他们又又离开了 所以可能我觉得还是类似的 我觉得艺术教育在这方面好像都会碰到 但我就目前接触的一些就是了解的一些在 就是马来西亚同时是华乐教育的或者华乐表演的 这个那些老师们就感觉还是觉得他们生存的状态 我觉得可能是还不够好 就主要我觉得还是收入和待遇帮忙 对 普遍的想应该是说艺术团体都不那么理想 对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我觉得就是未来发展是可能会有点堪忧 因为如果过得太苦 你很难吸引这个时代最优秀的人才去投入到这个事业 但是这个对未来来说呢 我觉得传统文化和明月的教育是其实还是非常重要 还是我希望未来能够比如说政府也好企业也好或者社会团体也好更多的去关心这样的 那可能沿着朱老师应该说的一个就是怎么样不让这样类型的团体过得太苦 如果作为一个社长有什么秘诀吗 如何生存下来跟慢慢的发展这个东西 对就是这样就是比如说在中国像自得情社这样的明月团体也许还行 但当然也不是什么大富大贵 只能说跟那些就是入不敷出或者生活其实也跟这里类似的就是有很多就是真的专业毕业的明月人才 他可能也不一定能找到非常对口的展示自己才华的工作机会 那有一些就可能还是比如说是以教学或者一些零星的演出为生就是整体来说可能说的再大一点就是艺术类的这个从业的可能真的只有金字塔的人才可以过得比较好 我们只不过是中下有但有更多就是那些机会更少的那些乐手或者艺术家我觉得真的很可惜 因为很多都是从小就开始学这个艺术门类 然后好容易就是经过各种残酷的晋升最后拿了学位甚至硕士学位博士学位单一 不一定能找到合适他们展示自己才华的工作机会 那我想自作情色的话我觉得我这边比较有意义的是也是我也是做一点探索看看未来自作情色这样的模式能不能给这些艺术方面的人才他会有多一个选择 那如果我们能走得通说不定也可以激励一些更多的人也可以像我们这样的模式去做一些探索 那你会不会觉得艺术表演类的东西有特色是重要于你非常有能力的 就是大家能力可能都很好 可是为什么就是可能有些人可以做得到 那有些人真的也做不下去这样 我觉得有几种可能吧 第一种可能这就是概率 就算有人能中奖有人就中不了奖 或者说就是在一个时代可能总有一些幸运儿他可以脱颖而出 但这个脱颖而出就是一方面可能要归功于他自己的勤奋努力或者才华 但不可否认的是可能里面肯定还有运气的成分在 就是这些我觉得有些还没有成功的不用太气馁 那有些成功的你也不要太飘 就是不一定就是百分之百的credit都是你自己 对对对对 这有点时事造英雄的感觉吗 肯定会有 就任何一个我觉得再聪明再勤奋再有努力的人 如果没有运气没有时事的话他是也是出不了头 就包括像我们自得青春 如果我们没有赶上这么一个重视 开始重视传统文化这么一个时代 我们可能也没有这么多机会 对如果早个20年可能状况就很不同了 对或者说我们没有碰到这个像现在internet 这么就是基础设施这么好 我们往是这么快的时代没有这么一个视频的时代 我们可能也是没有宣传我们自己的渠道 对我是觉得这点是很重要的 所以为什么我三件课做起来的原因也是因为疫情时期 我们就开始真的去看一看互联网可以带给我们什么东西 因为毕竟我们舞台剧每次都是线下的都是人与人 其实这种方式我觉得也是人与人接触的很好的方式 也是推广艺术的一个真的很好的方式 就是我自己本身我看到就觉得我好想学啊 好想学弹鼓琴的感觉 我觉得有激发到我 那么因为我们看过你们跟这个 吴毕夏老师跟俊鸿川合作的那个大拉奔巴 你们有没有想说接下来有没有很想合作的艺人或者是歌手的对象 对我们来说一般我们总觉得是作品大于卡斯的就是 或者说我们这样的小团体可能也没办法指定卡 我们还是随缘为主 就就像这次跨年我们是跟那个张亮英老师合作 也也有很多就是新鲜的体验 然后也有很多就是冲击 因为近距离的观察一个成功的艺人 他这种长大可能跟在电视上看是不一样的 是 就是每接触一个新的合作的这个老师 都对我们是一份充斥和帮助 但后续的话真的是随缘 然后其实也要看我们发展 对对对就是你们不会 你们会自己主动去邀约吗 还是都是他们主动邀约 还是就是机缘巧合有一个第三方说 你们跟你们这样 一般是机缘巧合 否则的话我们这样的团队我们是请不吃他们 对对对 好可以那么接下来就除了歌手以外 你们有没有说想要跨界跟哪一个不同领域的艺术团体也好 表演者也好做合作的吗 就是自己是可能私心最想的那个 我们其实做过蛮多尝试 未来我们也是对这种跨界合作持开放态度 我们其实现在接合的跨界东西有蛮多的 可能舞蹈也有是吧 然后rap也有 然后街舞啊什么都有 那未来我觉得在各方面 甚至于我们也不排斥跟虚拟偶像来做合作 都可以 就是我们也希望未来能够和一些专业的管弦乐团来合作 这样的话明月的表现力 就整体音乐的表现力可能就更加丰富 对说到这个管弦乐 我觉得在那个剧院魅影 我觉得印象最深刻就是 哦原来明月也可以做出一个管弦乐的感觉 我觉得那个给我的力量感 我没有听过的 就是可能在明月上我没有想 哦原来可以去到那样的状态 其实我们很多就是相对来说比较 相对气势恢弘一点的音乐 我们其实是会做管弦乐的编曲的 就是它里面是会有一个管弦乐的铺底 那么这次唐的里面也有几首是这个样子 也会讲也会做 对 所以其实未来自得琴瑟其实也会不只是明月 又只要是乐器你就可以把它 也不但乐器就是我们以前还做过比如说昆曲 跟昆曲的合作 嗯 那未来你说类似于戏曲或者明歌 反正有Vocal部分的也是可以 嗯 我觉得都都蛮有意思 所以其实自得琴瑟会不会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它其实不设限 不设限 就是 你 你就是 怎么说呢 也没有什么特定目标 就是但是我们希望能够把它做得更新更好 更吸引人 只不过我们坚持的是这些新的好的里面 可能一定要有明月的成分在 嗯 就不管它是什么 只要从明月出发的那就是好的 是的 对对对 那么在这个采访的最后 有没有什么想要对马来西亚三剑客的观众 或者是马来西亚的观众们说的这样子 嗯 可能可以推广一下 推广一下 你们演出 跟推广一下大家去学这个明月 这样子也是很好的 嗯 那马来西亚朋友们大家好 其实 其实这次呢 是自得勤手第一次出拍演出 那第一站选马来西亚 那这其实里面呢有我的死心 就是我对马来西亚的确是偏爱 嗯 那 但我也觉得就是马来西亚的朋友们呢 也真的是用他的实际行动来回报我们这样的感情吧 就是 我们的演出出票还是比较顺利 真的要谢谢你们支持 由你们这样支持 我就有心情就明年再过来 哈哈 好明年请再过来 对 多多来马来西亚多交一些朋友 谢谢你们 是好 那么最后我们要谢谢我们的朱老师 我希望朱老师呢可以 再来马来西亚呢 我们真的那时候可以三个三件课都可以一起出现跟朱老师交流 这样子也希望我如愿也常可以学到我的古琴 有机会谈谈一下给朱老师 欢迎你们来上海了 好 好 他们上次今年头嘛 我们原本要去广州 我们也去他们两个去了 但是我们也是去那边当地遇到很多有看我们节目的人 下一次我们如果有机会再去中国要去哪 那就给了很多建议要去重庆 要去上海 要去北京这样 好那有机会去上海的话我们就肯定去找朱老师 那么这个自得情色的情为合物在PJPAC 今晚今天是半五来的 明天就是星期六 星期六晚上还有场次 星期礼拜天的下午还有场次的 如果你有时间请来观赏自得情色的情为合物 我们下一期再见 再见 谢谢 拜拜 好 好的 老师你说你看过我们的视频吗 对对对 你是什么情况下看到我们的视频其实 就是有时候会推给我们 或者有看过的人会推荐给我们 其实我是想就是我们开始之前 和后面会推荐进入 我们是怎么办? 必须回见到你们 好感受到 到你没気味着 没有在这几十一切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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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檬性 用来说是我们连接在霍的方程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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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 bo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